布鲁克林于星期日的凌晨发生了一宗汽车相撞事件导致一名休班消防员死亡 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一名涉案人士 警方没有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 该名人士现被联邦罚警和纽约市警员扣留 意外发生在星期日凌晨时分 休班消防员科托在布鲁克林的Bell Parkway 与另一辆汽车的司机准备上公路时相撞 两人其后停泊在路边争执 期间科托被该名司机以物件袭击其后死亡 法医裁定科托死于头部被顿器所伤 将事件列为凶杀案 科托的首页仪式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克林四大道的殡仪馆举行 而葬礼将于星期四的上午举行 史丹顿岛在上星期日晚发生一宗警民冲突事件 警员接报道场出立一宗家庭纠纷时 由于疑犯拒绝放下武器 警员最终击毙疑犯 其中一名警员也中枪 受伤的警员于今天出院预料可以完全康复 案发当晚 警方接报指 Bridge Corps一个住宅单位发生家庭纠纷 当中牵涉一名疑似醉酒人士 警员到场后发现疑犯手持一把14寸的长刀 屡次劝阻他放下武器 但他不听从 使用电枪也无效 最后警员开了至少10枪 最后击毙一番 其中一名警员也因而中枪 警方宣证调查子弹 是否由其中一名警员的手枪射出 当局没有公布受伤警员的身份 不过据了解 该名警员当警察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布鲁克林于上星期五 发生了一宗市民和警员起冲突的事件 一名女子因为拒绝离开一栋政府大楼 因而和警员发生拉扯 由于该名男子当时抱着他一岁半大的婴儿 事件引起民愤 当局宣布 涉案的两名警员将暂时停职 而当他们复职时会被调班 涉案的女子海德里当天在食品援助计划中心等候多时 因为没有空余的位置 因此她坐在地上休息和进食 保安人员曾劝阻她离开 但她不肯就范 因而和道场调节的警员发生拉扯 海德里被控四项罪名包括妨碍政府行政 拒捕危害儿童安全和擅闯罪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勒今天就表示 已经撤销对海德里的起诉 他指现实应该使用一个不同的手段处理事件 至于涉案的两名警员将会暂时停职 市议会成员计划就事件组织游行抗议 布鲁克林区长阿当斯也强烈谴责事件 他称此次的逮捕是整个城市的污点 他也指大楼的安保人员当时选择通报警方 是缺乏调节能力的表现 反而导致情况恶化 一年前的今天 一名男子在连接时报广场 和纽星航港局客运总站的地铁行人隧道 引爆一枚土质炸弹 连同一犯在内 一共有四名人士受伤 为纪念事件发生一周年 市警察局今天在宾州车站 公开全新的技术以保护市民 当局在站内安放扫描器 而且使用警犬和对手提行李进行安检 有关官员表示 此次的目标是反恐 希望借此为乘客营造最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可以安心上班和上学 涉案的疑犯是来自孟加拉的移民 案发当日他将一枚土质炸弹绑在身上 其后在繁忙时段 选择一条吸来软往的隧道引爆 疑犯严重受伤 其余三名乘客受轻伤 空方指一犯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 一犯就声称 他是因为不满总统川普 而做出此次举动 一犯被空六项恐袭罪名 案件将于明年的4月判刑 他有机会面临终身监禁 州议会特别薪酬委员会在昨天 公布最后报告指 将会对州政府多位官员和议员加薪 但同时也会限制他们的外来收入 做法遭到部分议员的质疑 在此次的加薪方案中 州长的年薪会有限时的17万9千元 在2022年前升至25万元 至于市议员的年薪 就会有限时的79500元逐步增加 到2021年前增至13万元 是接近20年来的首次加薪 议员过往的加薪方案 都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阻止 如无意外加薪将于明年元代实施 至于议员的外来收入就不得超过工资的15% 将于2020年底落实 而议员的多项津贴也遭到取消 有些议员的津贴可达他们基本薪资的50% 州长库默在昨天的电台节目上表示 同意限制外来收入 他表示自己已经就此表达多年 认为这是好消息 不过他也指已预料事件会闹上法庭 因为议会中的共和党员 不希望自己的外来收入遭到限制 市议会在今年8月份 大笔数通过将马哈顿北部的 鹦鹉德区重新划分的计划 不过近日就有团体就此提起诉讼 计划将包括新建26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 一个新的图书馆 以及改善公园和河畔范围 不过反对者表示 计划将会令地区变得更贵族化 和损害小商户 整个方案只是发展商受贿 其中一名市民表示 该区租金将会上升 市民会被迫搬迁 计划只是协助业主和物业持有人 他们可以从中取利 市长白子豪就支持方案 他表示 计划将会为河畔公园 文化团体 以及俗称STEM的科学 技术 工程及数学教育 带来额外两亿元的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尽